現在帶孩子 我也是白天板陪著她 每次起假 我都會有點不好意思 陪姑娘的時間差不多到了 志玲姐姐狀態超鮮 不捨跟寶貝兒告假 剛參加完北京電影節 是妳未來有機會 有新的作品嗎 沒有特別去想過 可是當然這一次參加電影節的時候 自己的感受也是 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原點 因為畢竟我從演藝圈的起步 就是從電影視力開始的 那也提醒自己 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天 用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方式 為電影圈共襄盛舉 時間的條片 好像也不只是父母親 我覺得是每個人的學習 我自己聽過一句話是 時間的神 就是自己 只有你自己能夠做好 自己人生每一個階段的安排 還有做每一件事的時候 一定要百分百專心 珍惜 這樣子你才會擁有 最好的當下的自己 包括現在帶孩子 我也是百分百陪著他 當然之前也有提說 其實每次起假 我都會有點不好意思 都過過緊張 所以 可能 回姑娘的時間 差不多到了 所以可能 差不多該走了 最重要的是 感謝珍惜 還有用很正向 積極的心態 去面對你每一天 那就會很值得 母親前 我覺得陪伴是最好的禮物 大家一定要記得現在 能陪伴 多陪伴 想念的時候 一定要說出來 想擁抱 Yeah 一定要趕快 獻上你的擁抱 有愛 也一定要說出來 因為時間不等人 所以在母親節 我會回來陪我們母親 好